面临保二亿的危机 央行总裁彭怀南 日前杠上了台积电董事长张忠谋 说要维持货币稳定 不过近期新台币却是连六日贬值的状况 收在29.65元 创下一个月半来的新低 根据历史上面的经验 张忠谋每一次喊话台币就会贬值 不过贬值另一个因素就是外资汇出 这也拖累了台股跌破半年线 关股券商这个时候也疑似进场护盘 不断强调汇率不能说变就变 央行总裁彭怀南力求汇率稳定 不过台积电董事长张忠谋 一喊话也似乎让央行加强汇事干预 中原银行的打付 就是对出口业有利 可是会造成进口物价的上涨 这就是对中学生的回答 新台币最新收盘贬值1.4分 收在29.65元 不但创下一个半月的新低 也是连续第六天贬值 一个月来贬了0.66% 幅度大约是对手韩元1.12%的60% 根据历史经验每次张忠谋出面喊话 新台币就会连续扁 也让出口商稍微喘口气 NP电池大厂新普董事长宋福祥 也出面力挺 重批央行太强硬 为什么不能多帮企业一点忙 让电子业调整体质 尽管台币回扁 但另外一个因素 市场在观望美国联准会 新主席叶伦的听证会结果 外资暂时汇出也冲击台股 跌破半年线 面临8100点保位 不过八大观股券商 却有护盘迹象 13号进场买超扩大到16.4亿元 前十大加码股 包括友达、群创 分别买进5579张 以及3705张 联电跟高股席 也分别布局了2537张 跟2044张 其他像是永峰金、中钢、国舰 造峰金、开发金 还有台湾50 都加码超过1000张以上 能不能为台股增添多方柴火 除了宽股互盘、外资汇出之外 台湾GDP面临保二的危机 恐怕也成为了短期间的因素 东产新闻 中文报导